北市近来群聚连环报 台北向柯文哲主持防疫记者会上 就他就透露说北市信义区出现了一名牙医确诊的个案 我们为什么要专挑这位牙医处来讲 因为他的确是很特别的 我们看到案13573 这名牙医他的居住地是在松山区 他的工作地点是在信义区 疫苗接种的时间是在5月24号打完第一剂的AZ 却在6月8号出现了咳嗽头痛的症状 他到尔比喉专科诊所来就医 却在6月14号到台湾越快晒阴性 后来这算是没有改善的 6月16号进一步的BCR检测阳性确诊 现在修制在台湾越接受治疗 但是你看他打AZ之后15天发病 造成员工16人病患130人被匡列居家隔离 其中两名的牙医助理确诊 市长柯文哲说打疫苗还没有形成保护力前 不保证就不会感染 北市目前实施的清零计划 基层医调清楚就做PCR 要快速歼灭感染源 铁门室所贴出修诊公告 台北市新医区牙医诊所 精传医师确诊 还传染给诊所内两名员工 牙医师他5月24号打第一剂的AZ疫苗 结果他在6月8号出现症状 新医区牙医诊所确诊医师 住在松山区5月24号打完第一剂AZ疫苗 6月8号却出现症状 14号到台湾医院快筛是阴性 但两天后PCR检测确诊 接触者匡列高达146人 包含16位诊所员工还有130位病患 除了台北市有106人 外县市有40人 现在都在居家隔离 146人裁检后两名牙医助理 22号PCR确诊 看看修诊公告 医师确诊后的隔天 6月17号开始停业 预计7月8号恢复看诊 14加7天完整隔离 好像几天的呢 差不多一个礼拜了 我听有一个人会来 他买病毒说隔壁有些点 我们都怕隔壁 好像每天都有买病那个药 有对宽人我们15位里面 有跟我回报而言 当事人讲说 他们在那一天 有去看牙医 所以被通知说去做 做所谓居家检查 那我们得次的消息 就要7月8号 也计量接近 就是继续配营业 所以与这些匡计上 匡计的人也都100多名 也都安全 确诊牙医师目前收治 在台安医院 虽然匡计病患 没有传出疫情 但里面还是人心惶惶 北市疫情连环报 持续考验市府的防疫能力 接着临时环业上员采访报道 quota传统 趣家检查 传统 яла 正在 ok